MARBLE SELECT的星球浩克 大家好,我是胖爹 這次介紹的是Marble Select的星球浩克 這款總武裝浩克主要是出自於漫威漫畫中Planet Hulk的造型 大家可以看盒子的後方有這款星球浩克的官方介紹圖片 另外這款為迪士尼限定,所以並沒有代理版 直接來Action Figure的部分 這款重武裝浩克的頭雕主要是出自於Increable Hulk的漫畫造型 左右轉動會受到造型上面的限制 上下轉動的幅度也有限 羽毛側邊的細節做的相當的完善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羽毛側邊的細節 還有他頭盔上面的造型跟漫畫的相似度非常的高 肩膀的部分其實會受到造型上面的限制 所以擺動的幅度非常有限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邊的盔甲造型 其實做的相當的帥氣 裡面應該是有一個球關可以做一個稍微的轉動 手部的部分左邊是無法平舉 右邊則是可以正常的平舉 手腕上方都有旋轉鏈可以做旋轉 手肘為一段式的關節 擺動的幅度相當有限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右兩邊的手腕造型做的不盡相同 一邊是可以拿盾牌的一個造型 另外一邊呢 雖然看不出來它是什麼樣的造型 但其實有點可惜的是並沒有辦法拿出它的戰斧 所以說其實這兩個我們只要 這兩個手腕拿戰斧的話都會有點鬆鬆的 胖蝶覺得是稍稍可惜的部分 腰有兩節旋轉鏈可以做轉動 但轉動的幅度並不高 下邊的腰部的關節可以360度的左右旋轉 鼠膝部呢有做劈腿的關節 褲襠踩的是一個軟膠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後的褲襠 其實都是軟腳 所以你可以隨著你自己想要的姿勢做一個板動 大腿呢上方有旋轉鏈可以做旋轉 膝蓋為一段式的關節 腳踝有做一個貼地的設計 然後可以看一下腳踝上面的細節 其實它的上色和陰影都做得相當的細膩 武器的部分呢有附贈兩個武器 先來介紹戰斧 胖爹很喜歡這把戰斧 它把玩起來非常的有趣 而且它上面的上色還有它的細節處都做得相當的不錯 很值得誇獎 另外一個介紹的就是它的盾牌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盾牌上面的細節 細節上面有很多彈孔和陰影上的刷色 值得稱讚的是背後皮革的部分做得相當的不錯啊 摸起來呢也非常的真實 結論是這款Marble Sled的星球浩克 把玩起來真的十分的過癮 分量感相當的厚重 雖然可動度上來說實在是有待加強 但是造型和比例上都算是一個不錯的水準 由於這款為迪士尼的限定 所以並無代理版價格稍稍的昂貴 喜愛的話 看到合理的價格建議就要馬上下手囉 最後假如你有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忙分享和按讚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做詢問喔 謝謝大家收看 感謝 感謝 再感謝 支持泡泡小屋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快來我們的官方臉書按讚喔